新鮮水果茶加冰塊倒入杯中 紙杯上還有俏皮貓咪圖案 連鎖手搖引 意後搶商機 不只和知名貼圖聯名 更積極拓點 目標明年全台分店突破百家 那在今年的第四季 那我們預計要開出的 將近就有十家店了 那分別是在桃園 在中立 在台中 在台南 我們更特別的是在台東 我們在下個月即將開出 我們在台東的第一家店 疫情當中 其實手搖茶飲料 就我們來看的話 我們跟去年同期比 是成長了十五個百分比 疫情讓餐廳撐不住 但手搖引卻一家一家開 也讓部分地區出現飲料一條街 撐起當地電租行情 像是台北市延吉街 共有六家飲料店 電租單價維持在兩千五到一萬元 東區大安路三百公尺內 就超過十家 台北市飲料店一級站區的 還有實踐大學旁邊這條大直街 可以看到短短不到一百公尺 就有超過七間飲料店進駐 大直街附近店面行情 約在每瓶三到四千元 根據附近房仲透露 只要亦有店面撤出 很快又有新品牌進駐 在一些熱門商圈 像學校或辦公商圈來講 這樣子的這個連鎖商業 尤其是熱門的這種飲料 連鎖店的這個需求 仍然是很強的 不管是年金或者是租金上面的負擔 相對比較低 再來人事管理上面也比較簡單 還有這個加盟品牌 加盟總部的支援 所以已經變成目前 不管是一些投資人 或者是年輕人創業的首選 各家首邀引積極投入一級戰區 快速打開能見度 迎接翼後消費商機 三線訊宣傳檔檬山 台北報導